今天來到我們乖乖子女作客的是 彤彤的爸爸和媽媽 歡迎兩位 大家好,我是彤彤媽咪 大家好,我是彤彤的爸爸 今天來到我們演播廳作客的 這對爸爸和媽咪 他們有一個非常活潑精靈的女兒 彤彤 同時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嬰兒 今年九個月大,剛出生的彤彤的弟弟 首先恭喜兩位爸爸和媽媽 家裡又多了個新成人 有個好字 對,很開心的事情 不過他們也有點煩惱 就是因為女兒太聰明伶俐了 那究竟太聰明伶俐的女兒 會令他們怎樣煩惱呢? 一起看影片 總之可以吃東西,不要笑一點 總之可以吃東西 你怎麼說這麼知道? 我聽到 我最好開心嗎? 對,然後再拍我才覺得 你煮什麼? 我一定要煮,還要講道理 不要鮑魚 這些都掉了 我還有什麼好汁呢? 看你眼中裡面全部是 這些是不是你用手機拍下的日常? 但是你自己有煎下的 怎麼會睡? 所以我們自己收拾人才沒有考慮 剛才是搏婆婆,現在是搏舅父 她很喜歡這個舅舅 好像脾氣情緒都挺大 嗯 看你收拾東西 你看你沒有回事 啊,陪你收拾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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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次都說,你收拾東西 我一次都說,你收拾東西 你收拾東西 哇,很火大 我好神教 最次的日子就是這個 哈哈,你真是很聰明 最次的最壞 最次生出來的日子就是 英國都比我多快 英國沒有關係 英國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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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路選手 那我想問她一天 是不是每天都會搏嘴? 嗯,已經習慣了 會不會是沒有人搏得贏她呢? 她有自己一套想法 她每次你們大人說什麼 她都會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告訴你們 那最後,誰搏贏了? 最後,我們大人只可以沉默 哈哈 看到她搏嘴呢 都搏得很才師,敏捷的 思維很快 思維經驗很快 對 邏輯性不錯 很無奈 我想爸爸應該連落場的機會都有 小朋友最喜歡跟誰搏嘴呢? 搏誰最多呢? 有時候是阿公 有時候是阿婆 哦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在這裡 哦 所以都是阿公、阿婆太大 因為阿公是很疼她的 哦 搏得最多就是阿公 哦,這樣 那搏阿公的東西是對還是不對的? 都是 就是 强詞奪理 是,强詞奪理 哦 那我也想問一下我們的嘉賓 大賓和燕子 你們的小朋友有沒有搏嘴的情況? 有 我們的女兒都是這樣 我是覺得呢 就是說大家都是小孩子 是 在這種行為上 他思維足夠快的話 他就會 拋出一些令你大人沒有辦法 一下子接得住的一些邏輯 嗯 是一種辯論 嗯 我覺得這個 我不可以說他不對 我只是要求他 你可以這樣說 可以大家去談這件事 但是前提是必須有禮貌 必須要尊重 嗯 所以剛才看完這個影片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口才 邏輯 思維快 這個OK沒問題 但是有禮貌和有口才 是兩件事 嗯 但是我覺得 在這段影片裡面 彤彤沒有禮貌的背後 其實是有一個情緒在 我見他搏嘴的時候 他不是說很得戚 很厲害 去展示口才 而是好像他要 要證明或者要 好像有些反擊的意思 是的 是否有這種感覺呢 爸爸媽媽 他就是 覺得 每個人都在罵他 每個人都針對他 所以他必須要保護自己 用言語去駁斥你們 他就是這樣 是這幾天才有的情況 一直以來也是 一直是指 但是近段時間比較明顯 比較強烈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江偉老師 從行為去分析他的意識 其實他喜歡駁嘴 小孩子喜歡駁嘴的背後 通常是有著 內退力 或者是有著 一種情緒的呢 小孩子時時對著大人 頂心頂肺 最刺傷的 就是這個 我都變了 我才死了 小孩子喜歡駁嘴的背後 是有著 一種情緒的呢 我這麼說的 應該是沒有錯的 我不會讓他對 小孩子喜歡駁嘴的背後 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廣告之後專家告訴你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江偉老師 從行為去分析他的意識 其實他喜歡駁嘴 小孩子喜歡駁嘴的背後 通常是有著 內退力 或者是有著 怎樣的情緒 其實我們成人所說的 駁嘴 對啊 他未必真的 兒童所理解的那種駁嘴 他認為可能是 我在這一刻 我在這個事件當中 我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叫做 據理力針 在成人的角度 如果被視為駁嘴的話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不能夠去 好好理解 真正理解到 什麼叫駁嘴 最怕的就是 他會將據理力針 誤會成為駁嘴 那究竟在彤彤的生活當中 他想和別人溝通 或者說辯論 或者要別人認可他 這種渴望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不如我們再看看 就是彤彤和家人相處的日常 看看裡面的彤彤是怎樣的狀態 阿公今天不要說話的 嗯 我不知道 嗯 哈哈哈 哎 他演死了 挺融洽的 就是他不搏嘴的時候 都是很精靈可愛的一個小朋友 是嗎 王妃很氣 你是不是一個 贏心很重的小朋友 就是輸了他不不公平 嗯 毒口感 我們正在玩遊戲 我要好 毒口感 趁媽媽和你 快點 是考你 雲氣的 這個遊戲 我不想雲氣的 看你這麼努力 你努力 什麼雲氣的好 努力的什麼雲氣不好 啊 啊 怎麼會有啊 我不相信雲氣的 只有努力 就可以得到成功 啊 原來姐姐都挺努力的 啊 這樣都做得做 都做得做 啊 演唱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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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mic上或逢 演唱抽到 演唱抽到 演唱 evangelical 演唱抽到 Stalin 演唱 살� 演唱 戲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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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到嗎? Gridy喜歡 西艇艇 懂艇艇 好像不怪一樣 很不怪的 Gridy好像一個水貓人 媽媽在哪裡? 為什麼她眼睛經常瞄來瞄去? 即是聰明反比錯 聰明不… Gridy的缺點也很像我 不可以的 我糟糕 她有什麼缺點? 紫維氏 彤彤挺專注的 這個時候開著電視 但我認為她不是紫維氏 她的表達意見很強烈 看到整幅牆都是獎狀 即是在學校她是一個優秀生? 三個學生 那學業成績怎樣? 她今年時有點退步 不過她一直以來都是保釋的前十名 哦 很聰明 那媽媽緊不緊張同同的學業? 因為我看到最緊張的是婆婆 快去做 自己做 媽媽好像那種狀態也不是特別積極 可理可不理 因為如果你理她的話 她就會很有壓迫感 那我就可理可不理 所以基本上看見都是不枕摩理 因為她會有一種獨立性 我想問問你們是否一家人一起生活 即是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 我們自己住的 但是一般情況下 每一天都會在婆婆那裡 即是去她那裡吃飯 就吃完飯 我們夫妻和寶寶就回去 她就在那裡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發現一個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爸爸媽媽出去住 是的 然後因為老人家其實對小朋友 不要看到那個片段 好像很餓地叫你做作業 但其實那些老人家 都是很重點小朋友的 因為當她第一次大聲說話 或者是 周不時大聲說話的時候 是公公婆婆沒有反對 就沒有說過她 那反而就變得 她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等我們發現問題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 完全有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小朋友是和老人家一起的時間 是比自己的爸爸媽媽多 那就衍生出一個格代教育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覺得格代教育 是閉端比較多 但我們又看到在彤彤爸爸媽媽的案子裡面 他們起碼在學業上 這個格代教育還教出了一個學霸出來 因為婆婆嚴格 其實你們家裡有沒有這個格代教育的問題 都會有 有 譬如說她 不收拾東西 待人接物 不收拾東西 沒有手尾 還有這個胎炎症 老人家可能在這些方面要求不太嚴格 我知道大斌你是做演員和導演 太太也是做演員 那可否將你們的問題 用演繹的方式去展現出來呢 展示一下你們家庭裡面 格代教育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你們看到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格代教育第一場 Action 老同學很久不見了 有空出來喝茶 嗯 哎呀 哥哥 不要玩手機了 快點做功課了 哦 好 明天九點喝茶 啊 表情包真是好玩的 哥哥不要玩手機了 你做功課啦 哦 叫了你那麼多次快點做啦 哦 知道啦 好啊 叫其他戰友啊 嗯 今天功課多不多啊 還好 你 你做就做啦 不要玩啦 這個時候婆婆會說 吃飯啦 吃飯啦 哥哥吃飯啦 哦 吃飯啦 哎 吃飯了 喂 收拾好作業再走啊 你怎麼不收拾東西啊 你沒有手尾 婆婆說了 吃飯 哎呀 下次不要啦 哎呀 經常都沒有手尾的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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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看到這個規則不斷建立 但是不斷被公公破壞 就是被孫破壞 或者被婆婆破壞 那這種情況呢 我也很想問一下 江老師 那這種格代教育 裡面呢 因為過分重力 或者過分嚴格 就是 教出來的小朋友呢 學業成績有優秀的 這種情況多不多 真的假如 我是個老人家 你把子女交給我 去做大領 是不是 那我就不然 我要承擔這個責任 我要把這個責任 負到底 那我的責任是什麼呢 可能他要吃好些 睡好些 是不是 叫做 家裡有規有矩 健康長大 所以 再下來才是 到了學業的 所以 為什麼呢 為什麼好像彤彤這樣 他在場面上 貼了這麼多的獎狀 正常來說的話 在一個這麼高壓 或者這麼催促的家庭當中 小朋友其實很難 拿到這麼多獎狀 是因為 你媽媽 將很多的責任 其實放在第一位的時候 是放在對她的 叫做生活上面的幫助上面去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那個婆婆 她一隻手抱著 她的孫子 一隻手走過來 你要快去做功課 是因為她把 我要說給小朋友知道的這些事情 視為一種責任 我不說 就是我沒有責任 所以孫女沒有給我的回應 我就要把責任堅持到底 說一次不行 我會說十次 但是你的媽媽不是彤彤的媽媽 但是她現在又擔心你部分的義務 是的 所以其實你媽媽 會不會也有同時的焦慮呢 是的 應該會焦慮 因為如果我管不好我女兒的女兒 我怎樣對得住我的女兒呢 是 會不會有那種 有 有是吧 有那種感覺 有那種感覺 不如我們再通過片去觀察 就是婆婆和外孫 就是相處的過程當中 婆婆會不會真的有焦慮呢 叫她跳青喝跳 當然要幾個小時了吧 又想自己身體好 喝就跳 婆婆又投訴她了 想自己好喝喝喝喝就好 爸爸 你不要讓她跳先 不如今晚真的不用跳 我不會想去她跳 不如今晚沒有跳 想去人跳 快點吧 快點吧 跳過星點五圓跳 更難的 你們不是真的這麼跳嗎 我最後一次看醒你們 是不是又是這樣跳呢 她說走上樓了 什麼? 叫你出去打冷咖喱 你上樓幹什麼? 她吐鼻 她吐鼻 吐鼻…說她吐鼻可以嗎? 婆婆每次都衝在媽媽前面 去教訓女兒 對,我真的覺得婆婆像媽媽 像媽媽,對嗎? 婆婆像媽媽 你再說了,婆婆不理你 告訴你 快點 怎麼辦? 我覺得你紙圓心很強 你喜歡跳了 tom 我老是想跳 你鑽上我了嗎? 你怎麼這麼困難? 叫你做那件事, 你偏不做 喝嘴, 喝你, 喝彩 好像唐震一樣 你今晚說不時不跳 我也想跳 你挖著我幹什麼? 你就是最不喜歡你這樣的態度 知道你喝會, 每個人都發脾氣 選擇喝嘴, 喝彩 誰說的? 我不是你心裡很髒,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不是這樣說, 我說沒有錯 我說錯話, 我說錯話 即是說有時, 她經常在想 要不就博罪, 要不就不發聲 我最不喜歡這種性格 就是脫鼻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說錯嗎? 我有錯嗎? 我說錯嗎? 說錯,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脫鼻也可以嗎? 你有些事情要接受現實 我突然感受到彤彤有些困境 他說又不是 那種想搏嘴的心情 要跳清了, 要跳清了 快點去, 聽不聽 如果爸爸在這裡 會否加入戰團 不會, 她選擇沉默 走 有些困境了 喂… 妹妹 不會管的人太多 什麼? 幹什麼? 困境就可以了嗎? 又沒有缺點困境 她真的很奇怪 對, 她真的… 她不喜歡藥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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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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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 如果是婆婆 她不會一直吹個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沒有那麼大壓力呢? 嗯… 嗯… 但你媽媽是否小時候都是這樣吹你的? 即是你不做一件事也是這樣吹你 那你現在做了她的幫兇 媽媽小時候吹你 現在你大了就有女兒了 那你倆一起吹你的女兒 如果換位思考 我們是她的話 你和我說話 你和我說話 說的是一件事 說的是我不想做的那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煩 我都想靜一靜 小朋友有這樣的想法很正常 那我會覺得是否不應該兩個人 都是這樣逼她逼她逼她 是呀 我看到她一直打著跳繩 那其實跳繩對於彤彤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她是一個功課來的 算是一種功課來的 是 每一天都要堅持跳 那她是因為她的功課 經常都完成不了 所以你們才逼她還是怎樣? 最主要是她不願意跳繩 她不喜歡跳繩 她很抗拒跳繩 假如這件事不是功課的話 你們會不會吹得那麼緊呢? 其實是對她的身體發育有些影響 就是她很不喜歡別人 監視她或者逼她做一件事 但我看到你們正正是用她很不喜歡的方式 去逼她做她不喜歡的事 那其實逼小朋友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做過? 老實說 我們所有的行為 都呈現出一種逼的目的 強逼 但是呢 我們希望這個逼 是一個很技巧性 令到她可以容易接受 一種軟著陸的方式 而且保證公平 而不是硬來 我很不喜歡硬來 看見她的情緒又很崩潰 不知道最後怎樣收課呢? 我們一起看看 彤彤最後的情緒有沒有平復下來 這件事情又是怎樣解決的呢? 公公是救星的 保證公公 他冷靜一點,又沒有叫他 冷靜一點,因為你嘴巴很高 是啊,我看見公公對著彤彤很溫柔 但是他覺得彤彤被婆婆傷害了 他很兇地看著婆婆 你想要你關注的,這些不一樣 你發這種脾氣的話,他會持續幾長時間 過幾兩個小時 姐姐,你叫我吧,姐姐 媽媽 嘶嘶 他的情緒平復了 還沒有 媽媽寫 媽媽,好想說 我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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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得多緊,情緒就多大 這個是成正的 我會說謊 這場跳繩風波最後怎麼收貨呢 我知道我做 不是的,當他真的關閉了的時候 你真的要識趣地走開 他女兒哭著的時候 都可以被她哄到大鼻子泡露笑出來 那種 有一個人這麼喜歡你 你不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他覺得會很煩 我覺得會很煩 我覺得會很煩 我看到江老師的表情很嚴肅 其實心裡是很難受的 廣告回來,精彩繼續 你不需要跟我媽媽說 媽媽真的很想你變得好 我知道我做 你真的 你真的有時候很困強 真的困強 媽媽真的沒有了褲子 你知道嗎 現在我需要你的幫忙 我需要你幫媽媽 媽媽就是想要那樣的 你一不吃飯 你和媽媽又擔心你 不是說你的錯 是想要那個個人的開心 媽媽需要你幫忙 好 好,好歸了 好,好歸了 好歸了 終於歸了,好歸了 你之前在電視看你 媽媽 好歸了 我又想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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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現在 Billy蒙重 不想跳舞 她突然 不想跳舞 她突然 讓Billy改變 Billy姊姊姊姊 看好嗎 硬頸 還有 對長輩、老人家 即是家人為 家人來說 不尊重 頂張頂張 想通過這個節目 了解 我們每個人 對她 日常 還有 這個 我覺得 舅父 真的 她會面對問題 對 而且她對彤彤的觀察 都很仔細 對 某個問題 哪個方面出過問題 我就很苦老 有問題 我想在你們家 你們應該旗鼓相當 兩夫妻 你看到姓氏 都是一個跟爸爸 一個跟媽媽 這是一個很平衡的事情 如果你們的小朋友崩潰 你們是怎樣安撫她的情緒 有機會等她說 不然我說完 那些叫強勁來 那些叫你大了 最不好 翌日她就惡帝過 她就變成 靠惡靠打 有機會讓她說 我們才有可能 進行一個有效的溝通 溝通完之後 我知道你想什麼 好 在這個交換上 我們可以想辦法 我需要的結果是什麼 你想要的結果是什麼 就用這個結果進行交換 你滿意 我滿意 大家就滿意 那你就不用哭了 我覺得大賓很多方法 都存在一種博弈 他們很小 三四歲的時候 我開始跟他們說一句話 他說 世間萬物 全部都是等價加換 如果是一個家長 她本身情緒 都自控不了 我是沒有辦法 去影響到小朋友的 我一個充滿情緒的人 我走到她面前 我只會令她的情緒更加崩潰 所以第一步很關鍵的 就是要令自己 本身要控制好情緒 如果在這一刻 我無法控制情緒 我寧願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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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幾分鐘 喝杯茶 我再回頭 這個時候是給了自己的空間 也給了小朋友的空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情緒不會突然爆出來 一定是有事件做支撐的 所以我們不要就去論這個情緒 不要說你又發脾氣 你又不對 為何你的情緒這麼大 為何你這麼挖強 沒有意義的 我們就是論事 既然小朋友已經說了一個 他想跳就跳的原因出來了 OK 你想跳就跳 那不如你告訴我 你今天會不會跳 什麼時候會跳 什麼時候會跳 你告訴我便可以 我不會催你 必須現在要跳 所以要很完整 表達給小朋友 最關鍵是最後一件事 當小朋友 他不聽你說任何道理的時候 你千萬千萬不要認為你道理說得越多 他就越容易聽進去 不是的 當他真的心門關閉了的時候 你真的要悉趣地走開 不要在這一刻跟他爭道理 道理是說不通的 因為在這一刻的小朋友 他從來都不會說 因為你的雜備而變得有反省 但是一定會因為感動而有反省 如何感動到小朋友 就要找能夠感動他的人 去談感動的事情 那好像在剛才那個情緒點裡面 你覺得誰適合去做這個人 爸爸是第一人選 媽媽是第二人選 正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爸爸媽媽在小朋友的心目當中 要起到的作用 必須要起來 千萬不要因為這樣 覺得還要把責任推給婆婆、公公去處理 在這一刻真的要丹起這個責任 我看到爸爸媽媽 是需要第一時間 也都應該第一時間 去傾聽或者是 抒解小朋友情緒的親人 在彤彤這麼崩潰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起就是等他平復之後 去聽一下彤彤的心聲 就是說其實他內心渴望的是什麼 恐懼的是什麼 憤怒的又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運動很熱 我不喜歡熱 我不喜歡熱 又不喜歡冷 所以我不喜歡做運動 但是我媽媽說做運動對身體好 所以我做 如果我不做 我媽媽就一起吹吹吹 然後下一個都婆婆吹吹吹吹吹 吹到我做為止 如果我不開心 我就會這樣 希望他們怎樣做 你才會更加舒服 我希望他們 如果我不聽的話 就 溫柔的叫我 如果我還是不聽 有時候我還是不聽的話 我就會 要他們 將我運動要用的東西 拿過來 提給我 那你有沒有希望 我想跟你一起做運動呢 有時候會 但是有時候不會 因為他們太忙了 又要上班 其實很體諒 爸爸媽媽 他的心理說話 有很多時間 可以陪我做運動 加上有一個我住的問題 那天是下午 你們叫他跳繩的時候 是不是 那時又真的很熱 因為我叫我的小朋友跳繩 也是晚上 八九點才跳 吃完飯 已經消化完了 然後下去跳繩 因為我們廣東真的很熱 他們白白的跳繩 上來都好像 水人一樣 是的 但是我看到 其實在影片裡 最早叫彤彤跳的 是婆婆 將彤彤的支持者 趕走的是婆婆 其實 當你看到你的媽媽 去介入或者干涉 你去教育的女兒的時候 其實我看你是沒有 做到什麼行動 你是站在媽媽那邊 是嗎 絕大部分 但是有小部分 都過了後 都會跟媽媽說 你不可以這樣跟她說話 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現在 覺得彤彤最後一段 其實她很懂事 她也很體諒你們 加上 之前我們看第一段的時候 是覺得 會不會因為 弟弟的出生 這樣 令他覺得 不 不開心 有點失落 其實她不會的 她說 爸爸媽媽 媽媽做事很辛苦 接著還要籌備 弟弟 所以很辛苦 我覺得她很懂事 現在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彤彤在態度方面 是需要改變的 因為我覺得她這樣 真的沒有禮貌 和對老人家這樣大聲說話 現在我都分析 我認為的原因 是否因為 婆婆是這個家裡 說話 最權威的人 接著婆婆說話 是很大聲的 加上婆婆說話 是不太注意方式的 接著彤彤是覺得 這個家裡 最權威的人是這個 我向這個 她說話 是可責 接著你便變成 她說話 都是無大無小 其實好像 在這個家庭裡 我覺得 媽媽 還沒有很引申 爸爸就已經引申了 接著婆婆 就衝在最前面 是吧 公公想衝進去 又被婆婆推了出去 其實見到這個家 老人家 很心急 老人家 一直在干涉 是吧 其實 老人家 應不應該干涉 其實已經遇到世界了 這個婆婆已經遇到世界了 她在 照著孫女的時候 已經在旅行 媽媽應盡的義務了 但是 為什麼老人家會這樣呢 我覺得也不可以 完全怪老人家 可能真的因為 爸爸媽媽的原因 我始終沒有看到 就是 為什麼在鏡頭裡面 始終都是婆婆抱著個小兒子 是的 但是媽媽 你是沒有抱著個小兒子 會不會是 第一 可能是媽媽這方面 意識淡薄的問題 也可能是因為婆婆 意識太強烈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 彤彤爸爸和彤彤媽媽 其實笑容很多 是的 但在鏡頭裡面 基本上沒有看到他們笑 是的 你們同事說相處的時候 你們是會有放鬆的過程 是不是 放鬆過程 如果是能夠加入一些幽默的氣氛的話 我覺得 可能整個局面就會不一樣 我在家就負責這件事 這個打風格遊戲 做得很好 真的 做得很好 她的女兒哭著的時候 都可以被她哄到 大鼻子泡都笑出來了 那種 我在家負責搞笑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智慧 是的 我們看看媽媽如果用溫柔的方式 女兒渴望的溫柔的方式 去和女兒談心 那樣的結果會是怎樣 你很喜歡跟我聊天 你很喜歡跟我聊天 這房間我不是開心嗎 為什麼 有陰陪我 那我怎麼放假 試試看 這樣吧 不 牛 鬥 我在你心目中是媽媽 還有什麼 親友 還有一個角色 還有一個角色 還有一個角色是什麼 那我什麼 鑽什麼 又想知道嗎 又想知道嗎 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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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知道 一個老司 你和爸爸基本上沒有交流 你知不知道 你和爸爸基本上是 沒話說的 知不知道 為什麼 為甚麼? 告訴你 本來我們找個機會和爸爸好的 但是他不知道為甚麼 走開吧 他懂分析的 走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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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開吧 聽到沒有? 哈哈 我覺得很像 這樣試試 這樣就跟爸爸溝通一下 好 你相信嗎 都說我主動自己 跟他說 爸爸 走開吧 走開吧 都說走開吧 哈哈 他的東西表演得很快 哈哈 唐唐 還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問問 為甚麼你這麼喜歡跟爸爸爭辯 不是我的問題 還是說我才說 找到他身上的竅門 找到一個鎖匙 絕對會有一個很好的小朋友 有時候沒有 他會說錯 所以這個小朋友 如果真的辯論 他是可以的 他很容易抓到那個重點 為甚麼? 其實這個女兒很受歡迎 對 這套兒子老師都很喜歡她 對 很受歡迎 你拍不拍我嗎 過這套兒 你拍不拍我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爸爸 阿呂用一種稀笑怒麻的方式 去把你推開阿呂的過程 演繹的時候 你看了是甚麼心情 我自己 他不知道你怎麼說話 我不知道用甚麼表達 用甚麼方式表達給他 你聽他說話也好 我每天回到他 他倆都有很多話跟我說 有時候邏輯不通 或者有頭無尾 但不管 聽他說話 你聽他說就行了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 我錄了班回來 五天跟他買了一副棋回來 飛行棋 你開不開心 都很開心 好 他又玩得很開心 你心情好 你做了一些令彤彤開心的事情 其實也是取悅你自己 你自己也得到快樂 可能 都有這樣的 可以多些接近你的女兒 理解你的女兒 嘗試一下 好 加油 在之前我們的玉兒專家 江偉老師 叫彤彤畫了一幅畫 那幅畫 我們由江偉老師解讀一下 究竟那幅畫裡 彤彤想表達的是甚麼 一開始只有我和他 爸爸是我強調他畫的 甚麼?彤彤的全家福 竟然沒有爸爸 專家江偉 解讀出彤彤內心世界 收藏了甚麼秘密 千日月波 其實代表著他對爸爸 有兩件事 別走開,廣告回來 我們一起以畫 去讀懂小孩子的真實內心 在這幅畫畫的時候 有沒有干預過彤彤?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 後來我說為甚麼是一幅畫 一幅畫 你拿出來看為甚麼只有兩個人 不夠,多加一個吧 所以爸爸這個角色 是後來你要求或建議他補上 他才補上去的? 是 是 在顏色上有沒有對他有提示? 沒有 沒有,全都是他自己的 OK 小朋友的話是不會欺騙到任何人 他表達出來自己的情緒 這個爸爸這個媽媽 你看到沒有 他們幾個人的衣服 布局都是一樣的 都是打樹 並且是三種顏色的 當有這麼高頻次的相似的時候 代表著其實很願意 告訴你們 我正在想甚麼 亦都很願意 告訴你們 我正在想甚麼的時候 得到你們的認同 可能他表達的方式 未必是從嘴巴上面 可能是從其他行為上面 所以你們需要去 尋找這些行為上面的表達方式 右下角的區間 是代表著一個爸爸的形象的 煎的東西越多 其實代表著他對爸爸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他需要了解爸爸的東西更加多 第二個 我感受到爸爸身內是不開心的 亦都是代表著 無論爸爸 你現在在這一刻 怎樣疏遠的小朋友也好 彤彤始終沒有放棄過爸爸 他都很希望去接近爸爸 你覺得你不讓你的女兒 親愛你,推開她 是基於甚麼心情 有時候就… 就是自己工作回來 下班回來 覺得很累 都是工作上的問題 有一個人這麼喜歡你 你不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 他覺得會很煩 我覺得會很煩 我知道了 爸爸本身也覺得情感交流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你跟太太外出會不會拖手 你會不會說一些情話給太太聽 從來都沒有 我看到江老師的表情很嚴肅 其實身內是很難受的 因為看到小朋友彤彤 在整個家庭裡 真的找不到一個 願意站在他的角度 去想問題的人 但他又不知道爸爸在想甚麼 最恐怖的是甚麼呢 我連要求救的時候 我想求助的時候 我都不會想到爸爸的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這一刻當中 有可能爸爸需要去自省一下 那女兒既然是這麼痛苦 但是她沒有去主動找爸爸來求助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家庭當中 每一個角色都是處於一種很無助的角色 唯一最有力量的就是這個婆婆 所以婆婆的話 她寧願用很大聲的方式去學次孫女 去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看到爸爸聽得非常專注 她想不到 她想不到她的女兒會這麼體諒 她的心會有她 因為她覺得她的女兒 就是有她和沒有她沒有甚麼區別 但是這幅畫告訴你 不是這樣的 她很希望跟家人有一個 我們自己的空間 就是不想在婆婆的家裡 我們四個人有自己在家裡 自己獨立 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彤彤爸爸 你不需要思考太多 可能你是要達出第一步 例如今晚回家之後 可能拉彤彤的手 OK 爸爸回來了 摸摸他的頭 就這麼簡單的動作 可能會帶來整個彤彤不同狀態的出現 好 今天很感謝我們明星嘉賓 大彤和太太燕子他們的分享 給了我們很多很多有用的經驗 也很感謝彤彤爸爸媽媽他們打開心靈 說了他們的困惑無助 還有他們的思考 令到我們學習到更多 也反思到更多 還有我們心理學專家 我們育兒專家 剛偉老師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幫助彤彤爸爸媽媽 成為更加合格和優秀的父母 幫助他們培養出更加優秀的兒女 另外我們有一個網上的微信群 乖乖學院 我們會在上面發放很多有用的教育資訊 還有專家定期上線幫助大家解答而難 總之就是幫助你 令你的小朋友與眾不同 同時令你的教育更加輕鬆 下一期同一時間,我們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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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算時間吧 爸爸媽媽同時輔導功課 兩個人滑風橋,差天拱地 就是爸爸負責放蚊,小孩子負責送蚊 究竟是小孩子精靈旺盛 敵人大過白眼呢 精靈很旺盛,太旺盛 家裡有這樣的兩兄弟 究竟是福是福嗎 所以我就直接… 想辦什麼 今天是乖乖的子女 帶你一起看看 跳皮兄弟的開心與煩惱